大家好,我是犀利姐 今天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千万要注意 有一位李女士买了一部新的手机 觉得旧手机也没有什么用了,于是就卖了 可是几天之后,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手机支付软件里面的钱都没有了 而所有的手机的支付软件都绑定了银行卡 结果可想而知,一夜变得精光 据警方透露,类似的事件已经复制一起了 近期小区内平凡有外地口烟的 叫卖着旧手机换菜刀,换剪子 很多沉重觉得淘汰了的手机没什么用了 闲置也是放着,于是就换了菜刀什么的 前卫一点的年轻人可能知道清空相册 信息,通讯录,恢复了出厂的设置 但是多数消费者不知道 这样随意地丢掉了旧手机 手机里的短信,照片等隐私 可以被骗子轻易地恢复 最可怕的是 您的二手手机被骗子利用后 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它们的自助提款机 您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 安全专家负责任地告诉你 目前已经证实 多数旧手机已删除的信息 仅可通过软件恢复 即使恢复了出厂设置也没用 而且,此类恢复软件并不特殊 发散几十元或者数百元 在某宝和电脑手机卖场 仅可轻松地买到 骗子骗钱第一步 从旧手机恢复三大信息 恢复手机内的私人信息 是骗子为提款做准备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骗子对你手机里的照片并不感兴趣 他们最关心的 是你手机的三大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 凭借恢复手机信息获得的机主姓名 身份证号 可制作配套的杂证件 通过非法的手段 可以补一张原号卡的电话卡 这样骗子就可以使用你的手机号码了 骗子要你的手机号码干什么呢 要知道 很多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找回密码功能 仅需要提供用户的手机号 身份证的内容 然后发送验证码到你的手机 确认身份 骗子已经补办你的手机卡 自然可以轻松地验证通过 通过后 就只剩简单的行动了 使用你的账户转账 消费 so easy 骗子还会给你的家属打电话 说你出了车祸 等待急救 急需钱等等 而此时 你的电话打不通 又没有办法核实 结果可想而知 有多少钱 都会转账给骗子 骗子的陷阱无处不在 请大家一定要小心 旧手机是一个时期的象征 每一部旧手机都有自己的故事 封存起来 还可以找找旧事的回忆 为了亲朋好友 和自己的财产安全 看到此信息后 请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提醒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并免上当受骗 点赞 转发出去 让这些犯罪分子 无法得逞 举手之劳 感恩扩散